他读干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形容词了 就是表示没有水分 或者是水分很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后面加了一个儿 有一个儿话音 就是干 就是名词 就是经过加工去掉 去掉了水分的食品 然后我们来看 看一下 这个干就是 是一样是一些什么样的食品呢 就是加工去掉水分的食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 这个是葡萄 它是葡萄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葡萄 你这里的葡萄 你是有很多的水 有很多的水分的 那么 经过太阳 太阳晒 我会看得到 有很多的水分的水分的水分 都可以看得到 我看到这种水分的水分的水分